很簡單的,你又不出來選 如果這個邏輯是一貫的話 我都覺得你做事是有根有據的 如果你說這個投票,我們投票率低認受性不足 你要尊重280萬人的議員 功能組別有14個議席是自動當選的 全部沒有投票的 那14個是否要立即辭職革職 你是不是要這樣想 區議會有很多次區議會 都是剛剛三成左右 我們現在17%和三成不相差很遠 那三成那些是否全部沒有認受性 那你的林公公還將區議會 包括在功能組別的選舉裡面 又說有幾多萬選民 區議會選舉有六成多的選民是沒有投票的 那你又將民選區議員 包括在功能組別裡面 那麼邏輯還未更加荒謬 你很簡單的 這種說法是很流氓的 即是五十萬 那還有二百八十萬 即是等於上次五十萬人遊行 那還有六百五十萬人沒有遊行 就是我們說中國共產黨的選舉 很少人選這個總理 即是選這個黨主席 就是一個 是嗎 我知 但是七千多萬這個黨員 那你有十二幾億人沒有選 原來胡錦濤的代表性在林瑞麟的眼中 是完全沒有代表性的 因為十二幾億人沒有選去 原來他幫我們批評共產黨 我們籌這個說話一定要窮追猛打 原來胡錦濤還沒有代表性的文傑 因為林瑞麟是侮辱那些投票的選民 他現在侮辱這個主席 我們國家主席 那個是我們演繹 他當然不是 邏輯推論 他是侮辱那些投票的選民 這個是很過分的 是嗎 又說一句 回歸以來投票率最低 那些真是契敵到你是官 你說什麼 你說話口吻跟八婆玲一樣 是不是 黃毓民每晚打電話騷擾我 那些真是很混家產的 你明白嗎 他發夢你打電話給他 他只顧著你 暗戀你 太后在旁邊聽到 立即說八婆玲暗戀是毓民 真是賤到賤人何其多 這個群醜當道就是這樣 林瑞麟這個說法 你作為一個稱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真是很賤格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回去立法會 真的要好好地招 所以我昨晚招呼了他 你說他無籠袋被人吐了 你說他林公公那個人出了 無籠袋那個人吐了 我上到去 無籠袋不是粗口 而他吐什麼呢 我剛剛問台準以後 不要說無籠袋 叫他林閹人 有沒有好的術語呢 即是文學 程度高些 又可以出到街 立法會 林公公都出到街 因為他不明白為什麼 林公公是外公 我告訴他 我昨天指著他 我昨天指著他 我說林公公 公公是無籠袋 即是說你無用 他正在開記者會 無籠袋台灣話叫做 無籠袋 下次講台灣話 無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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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是壞到 嘴唸 真是黑人爭 即是那些去投票的人 一定爭到他入骨 所以 一個社會 很簡單 你不要當它多數少數 有五十萬人 去投票 反對這個政改方案 支持廢除功能組別 你不可以當它少數 大佬 你現在說 多數人 支持你那個民調 大佬 不可以這樣演繹 任何選舉 不可以這樣演繹 是不是 那個選舉的規矩 這個規程 就是用選舉結果 你多一票都是winners take all 遊戲規則是這樣的 你不可以 結果之後 你用你自己的意思來演繹 你作為執政的政府去演繹的話 喂 真是暴動騷亂 還有這個血腥就是這樣來的 你的遊戲規則就是透過一個文明的 透過一個理性的 有秩序的 還有一個公開的程序 投票 一人一票 作出一個決定 這個 工作完成了 就按那個選票結果 多少來定定 你事後去演繹 就是說你投票率低 就是失敗 你是政府來的 你說那些學慣去講 就沒有問題了 這個是意見 你政府不可以這樣講話 是不是 所以呢 我想我們社民聯 可以考慮一下 幫助 就是我們整份報告書 將這個選舉 和這個官員認可 這個選舉 那個結果 這些這樣的 送去聯合國 送去聯合國 我們整份報告 就是我們五個 就是一個代表成 因為在外國來講 特別是國際這個民主社會 那些有關的人員來講 你一個的選舉 拿八成幾個選票 是一個很強而有力的 你不要理我投票率有多低 是你不參與 除非你不認同這個選舉結果 你事後又透過這個刊憲 又讓我們回到立法會 就是說你政府是認同這個選舉結果 所以這個結果呢 大家去聯合國呢 肯定對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一定是很強的壓力 特別如果你到時政府解釋 是有些人不去投票 是這個共產黨不給投票 三筆政策 嘩!聯合國那邊呢 人權委員會就更緊張 嘩!再加上你特首說不投票 大鑊了 真是這個一石激起千蟲落 所以我想想想 浪費些時間浪費些錢 做一份報告中英文的 寫漂亮些 跟著我們幾個代表 去聯合國 一於去內瓦 好! 好!做時不夠錢 又再籌錢 人權委員會 找多些紅衣軍 年青人去 浪費他 浪費他 將這個五區公道 提升到這個國際層次 我們呢 今天呢 應該都很多聽眾會打電話進來的了 28927899 大家可以講一下你 投票的感受 各樣 下一節回來我們可以聽聽電話 還有我們都要檢討一下 今次這個運動 這個補選 我們究竟有什麼地方值得我們以後要改善的 大家可以打電話進來談的 我個人就覺得 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多謝所有投票的人 非常之感激 沒有你們的參與 我們沒有可能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 歷史性 對毓民來說 我們大家一起創造歷史 我們終於 所謂辭職補選這個建議 放在我腦海裏 和宣諸以後 已經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 終於成為事實 我個人已經是非常之滿意的 另外第二樣 我們要多謝所有 參與這個運動的年青人 所有其他地區上的支持者 有很多義工 那些義工 總五晚 有些還出錢出力 除了銀錢給我們 又幫我們助選 有些在海外回來 又幫我們助選 最近都很多 這些朋友 我們是非常之感激的 我們大家一齊為香港的民主 大家都付出了我們的心力 所以我在這裏 就要代表社民聯 非常之多謝所有海外的朋友 不斷打電話回來 甚至很關心我們這個選情 甚至投票之後 或者開票之後 都很多人發短訊 打電話來 很多都是海外的朋友 本地的朋友 所有有份參與這一次運動的 大大小小老老亂 所有人 我們都在這裏表示非常之感激的 因為 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是拿個心出來的 這個最重要 就是星氣連枝 星應氣球 這個最重要的 人與人之間 就是一個相知 所以 今天我們 這個運動 有很多人認為我們是失敗 我們由別人去評論 不要緊 但我們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 事實上 新民主運動現在是展開新業 接下來還有很長路 要走 這個是二萬五千里長征 剛剛走了前面那段時間 就是前面那段路 就是 後面那段路 我們需要很多人來接棒 很多年青人 這次其實最重要 最大的得著 對黃毓民來說 我跟傳媒都是這樣說 不過沒有人出的 又是說了就浪費 我說 特首和政府 一定要回應這五十萬人的訴求 你不可以輕輕一筆賴過 第二 你要真是去反思 為什麼這麼多年青人參加一個這樣的政治抗議運動 參加這個新民主運動 如果你都不去反思檢討 你根本就跟我們的下一代完全鐵絕 黃毓民 陳偉業 梁國雄 這些都是五十後的人 接下來我們香港 是由這些八十後做事的 OK 如果你不去面對這樣的發展 你肆虐無睹 然後再繼續說那些九五八八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政府是非常失敗的 下一屆政府也是一樣的 你不能不面對這些問題的 你現在劉兆佳那天走出來很高姿態 說公投運動已經失敗 是不是